请下一位告白者 都一顿乱窜了 让不听话的先下去 行 来来来 咱们来 来来来 来这儿 来来来 老伯来 这儿 来 这儿来来 来来来来 先让他们坐下 站在旁边坐下 坐 老伯 不紧张 来来来 坐 太不给你 有点紧张嘛 太低着登台 好 来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彭旭 来自北京 我是一家狗厂的老板 也是一名职业训练师 那你今天带着这么多狗狗来干嘛呢 今天是向我一个心仪的女孩告白的 为什么要带着狗呢 因为我们俩相识相知 是通过这只狗 怎么着 跟我们说一下 大约半年前呢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彭旭接到的电话 是一位叫彭旭女孩打的 电话中 彭旭说自己 好心收养一条流通道 取名刀疤 因为刀疤的不难习惯 要向彭旭求救 因为这个电话 军狗师彭旭 与好心女孩 彭旭相识 没想到的是 房间受人越大过的刀疤 却咬身了彭旭 而彭旭因为怕狗 再也没有来到彭旭的勾程 那么彭旭会接手 性动时 彭旭的告白吗 你还没有跟他表白过是吧 没有 因为不好意思嘛 你有没有了解过他有没有男朋友 以前他被咬之前没有男朋友 因为他时不时的 就是一到周末他有时间秋雪 他带着狗去狗床找我 如果他有男朋友 他可能会陪男朋友吧 一个训犬师 和狗呢能够很好的交流 和人呢不知道怎么说话 然后呢平时不敢说 今天跑这舞台上来 希望能够对刀疤的主人 就是自己心仪的那个女生 是吧 表露心计 是这个意思吧 是 我觉得他这个表白的成功率不高 因为这女孩已经从一开始的爱狗 变成怕狗了 然而你的生活呢 没有时时刻刻跟狗狗分不开 对于一个怕狗的人 你想让他变成一个爱狗的人 这简直就是做梦 这个女孩她不怕狗 她是怕狗咬的 开始爱狗 因为她养了狗 只不过因为狗咬了她 她怕这只狗 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我觉得现在问题不是在狗身上 而是你压根就没有了解对方有没有男朋友 我现在害怕的就是你在一 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面 对这个狗的女主人去表白 万一她的这个感情状态不是单身呢 你觉得有男朋友或有甚至有老公的女孩能跟一个单身的男孩一起去遛狗吗 好吧 坐 你看狗都挤了 坐下 坐 接下来你是带着他们俩一起去开启告白之门呢 还是你一个人去 带着他们俩一起 因为我要让他帮他消入心里的恐惧 去吧 你这样你把刀疤放不这来 让刀疤朝着门 然后你看刀疤的反应 你就知道这些女生到底有没有来 好不好 来让刀疤坐 刀疤 来刀疤坐 坐 坐 她不坐 别撒尿啊 刀疤 刀疤坐 坐 坐 刀疤 没事不坐也行 不坐也行 就站这别动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第一 如果女生今天没来 怎么办 如果她今天没来 那我就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了 那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呢 我觉得喜欢一个人 就是要让一个人幸福啊 如果她没来 可能她还是对狗非常介意 那我离不开狗 那我就祝她幸福 如果她有男朋友了 那我就祝她跟她男朋友 就是感情好合 快乐些老啊 但是如果她男朋友欺负她 那我就带着狗收拾她男朋友了 不能人战狗事啊 我再问你一问题 如果女生来了 但是她却说 虽然我喜欢狗 但只是个爱好 我不能接受一个终生以狗为职业的男人 你会选择你的职业 还是会选择你的爱情 我会选择狗 宁愿放弃爱情 对 因为小时候生活在四头院里嘛 跟小伙伴去河里游泳的朋友 就一次要溺水了 其他小伙伴都下单了 只有我们家养那个狼狗 冲到水里 叼着我衣服 结果叼上岸了 那时候我就发誓 我一定好好照顾狗 你愿意为了终生与狗为伴 甚至这一辈子不娶是吧 要娶也娶一个能接受狗 支持我的 尤其是我现在学到了训狗以后 我特别特别想 带着我的爱犬呢 去参加世界比赛 希望总有一个女人 把你连狗一块训了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按键 吸取群 你能不带狗 你能不带狗 那我把他们俩先带下了 要不太晚 被咬了 哪儿 我看看 腿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彭彭 知道你来干嘛吗 听说他向我告白 然后都上电视了 这男生喜欢你 你知道吗 现在知道了 以前不知道 我看他非常腼腆 我们直接让他告白 好不好 你有准备吗 没有 没有准备最好了 来站在圈里 接下来是庞旭的告白时间 彭彭 其实 我第一次听到你声音 包括在圈舍见到女人 我那会儿就有点喜欢你了 但是 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尤其是这一个多月以来 我想跟你打电话 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我希望今天借这个机会 站在这个舞台 跟你告白 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做我女朋友吗 突然你要跟我告白 其实 我也 挺紧张的 还上电视了嘛 然后 我都不知道你喜欢我什么呀 喜欢你好多啊 因为我生活圈里 你比他们都漂亮 还有就是 我觉得 你特别有爱心 有责任心 就是 你见着 刀巴被狗犯的打 被狗犯的虐待 你把他保护下来 你把他买下来 我觉得 就这个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其实我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当时只不过就是 头脑发热嘛 然后给他买下来了 其实就是想尝试一下 以前没有养过狗 但是 他 咬我以后 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接受他 其他狗也一样 其实 刀巴是对人 心里边还是有一定防备的 因为他之前被虐待过了 从我这一个月以来 我每天对他的训练 他也有话要跟你说 我能把他带上了吗 嗯 你相信我 我 我还是 不想 就一次 就这次一次 我保证 有我在 就是他咬着我 他不会咬着你 我硬不上他咬我 行吗 你训练那么张 今天能咬你吗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也再给刀巴一次机会 好吗 只有一次 就一次 就一次 那你让他离我远一点 行行行 行行 你看 这是刀巴要跟你说的话 你摸他一下 我不想摸他 刀巴 他都不想你 我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你干嘛 刀巴 咱们俩是因为刀巴 相识 相遇 也是后来因为刀巴 相知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也能再给刀巴一次机会 做我女朋友 好吗 我不能说对你一点感觉没有 其实我现在还是不太能接受高 你能不能为了我放弃他们 听我把话说完行吗 因为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原来由第一只变成四只 由四只变成八只 现在一百多只 我不希望我把他们放弃了 因为你又把他们放弃 他们又成为流浪狗 又成为第二个刀巴 我不希望他们被别人虐待 我对他们有责任 如果我要是把他们放弃了 因为你 那以后我也能 可能会因为别的事把你放弃了 你说对吗 我希望以后代表中国去参加比赛 参加世界比赛 贝国争光 我需要你支持 也需要他们支持 好不好 其实刚才听有的老师问这个问题 然后其实我也想再确认一下 那我答应你 你都在身边他怕什么呢 坐 多好的一家三口 来把那花给我 咬着 狗对主人的忠诚和无限的包容 什么样的主人养什么样的狗 你要是一个好主人 就养出一条善良的狗 有可能你也会碰上如此性 是优优独播剧场——欢迎接受